本土 民主 反共 寶萊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疫的轉化 原來男和女之間是有一種位置 會達到那種變化 所以剛才台長提及 原本那個真實的那個人 在他過身後解剖的時候 看到他的卵子出來 這個實在是 這個不是他死下 做手上人已經見了 因為他在很多人研究的時候 那些科學都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看到有些論文都說過 其實男人在未來的世代的時候 不是女人可以懷孕的 男人都可以懷孕的 那他有誰弄出來的 你看著自衛那一套 那兩夫妻八條心 他會這樣 他裏面的體內有個圍翅 他是可以將他再 如果你有心 可能他老婆就說我不想生了 但是老公想生 那你生 那時候有些圍翅 是可以讓他在那裏 建立那個子宮出來的 因為男人的那個子宮 是可以建立他出來的 當然你問他在哪裏生出來的時候 可以再提回書 這個可以再補充 是 剛才幾條提及那裏 都是一些我們在所謂性的變態的研究裏 會見到的 特別是那個轉性的問題 譬如有些人 他說種族的我不知道 但是有些人就會 在他小時候到他年長之後 會出現一個所謂性別的轉變 這個是有記載的 但問題就是這個事件 如果我們今天在2016年再回望 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當時1930年這麼轟動的事件 為什麼時隔差不多 七、八十年是沒有人寫過的 這個昨天他要做研究的時候 他是重新看過了 才再寫的 他寫之前是沒有人用一個小說的 就是以我所知 沒有人用一個小說的方式去講這件事 這個是值得解釋的 因為1930年之後 歐洲就出現大戰 納粹黨的興起 這個跟這個事件有關 就是因為這個主角他在德國做的手術的紀錄 那間醫院和那個institute 當納粹黨上來之後是燒了裡面的資料 所以現在具體的那個手術的過程 其實我們是不太了解的 我也沒有興趣告訴你那個手術是怎麼做的 當然不可能是一些太和現在不同的 因為基本上變成手術做下去大家都差不多 只不過問題就是他後來想 強加一個子宮下去給他去嘗試生育 這個我就覺得似乎比較超前了 是 是 那他講開 用這個範疇來講 其實是 這個丹麥女孩有很多可以發掘的 我覺得可能大家在講的時候 他還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 就是他跟藝術角度 或者這個演員 他之前發過課金的 科學和藝術 你會發覺這部戲都見不到的 不過我想講回剛才你說的那個 就是那個手術那些資料 促使到他到現在才是有本這樣的小說出來 實際上我想他可能 他上去寫這個時候 他有一個很大的難度來的 就是找回那個細節那個情況 但是你如果不是用一個叫做醫學的角度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如果一個人他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女人 或者他應該覺得自己是一個男人 是用現在的醫學的方式 來去改變自己的身體 這個我覺得是一定有問題的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就是那個後遺其實你會看到 也有很多都過出來 尤其是譬如變性的這種手術 帶來的後遺症也有很多很多資料 你會看到的 但是會不會有種情況 是你一個人 她的意識本身她是一個男人 她真的很幼 好像這個戲裏面所說的 當她一聽到Lily之後 勾起她那個女人的意識的時候 是值得百分百 你可以看到她在心理學裏面來說 她後來她已經可以說是一種進化 她知道她本身是一個男人 但是那個女人Lily這個女人 在她的身體裏面 在她的心理裏面 是完全是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所謂我 我是誰 她就會說她有兩個身份 你可以說她精神分裂 但是Lily是百分百存在 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她會不會因為意識上的這種肯定 就變成了可能一種強烈的信念 會不會是促使到她會有一種叫做 是整個基因有一種轉變呢 這個反而是一個最特別的 就是她心理上的改變先 還是心理上改變先 那待會我會講一講 剛才你提到那個她做Research 她很強調 因為她書到最後 她講一講她自己是怎樣寫這本書的時候 她寫這本書的時候 就是在互聯網出現之前 現在大家如果要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在Google 但是她就在圖書館做的 她圖書館看回這段歷史 所以那個過程本身 她做Research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甚至我懷疑她也有可能去過 這個人住過的地方 去拿那種感覺 剛才提到那個藝術上 這個值得講 這個事件本身來講 戲裡面看的也是事實來的 就是她大家都是做畫家 但是大家畫的類型不同 事實上在Lily這個人物出現之前 這個女性出現之前 她老婆是直接無敏的 就當她 就是Ina 男主角化身成為一個女性 給她老婆畫 就變成她老婆超前了她的老公 在30年代 這個又一個轟動的 就是畫壇的事件 就是畫了一個很 當時人覺得很特別的女性出來 然後就很多畫廊 爭相要搶救這個畫 那個很有意思 現在在Google 你們可以看這個畫的 就是畫她Lily的畫像出來 剛才幾圖提過 就是30年代、20年代 那個藝術上出現了一個新的潮流 她老婆就畫這個art decor 我不知道大家對畫風有什麼印象 但是如果你看看這20年代 30年代的歐洲的illustration 插圖、插畫 就大概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看到她當時 她畫她老公或者是 這個model 這個model 這年代的時候 就是用這隻畫風去畫 就畫出來爆紅 所以她老婆就一直不認真去反對這件事 這個出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就是當她老婆去玩 大家當作 老公我今天給她絲綿女在下 我想如果大家有結婚 都有玩過這些東西 家裡 不要直接出界 都不要拍片放在youtube上 可能你都有玩 玩完之後有一個副作用 有另一個後果是沒有上去的 就是她老婆因為這樣而紅了 所以在書裡面 這個情節的作者就玩了出來 她想讀者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整件事有Ina她慢慢意識到自己 有另一個人格 剛才幾條就用精神分裂 實際上不是太準確的 就叫多重人格 她是很醒的 她很有了解到她是有這種轉變的 不止的 實際上那是等於多了另一個人出來的 這個小菜不斷強調的 就是她老婆跟她的菜 跟她玩 跟著去派對 有個副產品出來 就是她畫了這些人像 看到她紅了 那老婆就處了一個難題 就是這個事情再發展下去 這個事情再發展下去 很肯定是危及了婚姻 而且她是很喜歡她 很喜歡她的勞工 她其實實際上 她有一個很特地的抉擇 就是在這個婚姻 和那個事業之間 要做一個選擇 我想問是不是 各位朋友都看過那部戲 有哪位朋友還沒看的 大部分都看了 看了就更加好的 看了就更加好的 我們講的時候更加 要更加明白的 因為當台長 他講到這個 剛剛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有件事可以接著 去補充那部戲 其實我現在看了一半 但我覺得那部戲 她要講的空間是多於書那裡 改編得相當之好的 她怎麽好 不用講那麽多 但其中一個point 就是很重要 就是接著這個老婆 她畫的跳像畫 她為什麽呢 她講之前 其實她一直都有畫畫 但無論在她畫的時候 整件事都是講的 當她還未曾用她老公的 逆裝來做她的model的時候 她畫的畫呢 她畫的畫呢 就在畫壇裡面那裡 那個人看都覺得不好看的 你看完之後 那時都會覺得 沒有東西的 她畫得你可能有技術 但不行的 那畫聲就直接 我想你都會記得 很明顯都講了出來 不行是什麽原因 你可不可以改 不要畫這些 那她老公那些就是很厲害的 但她自從當她畫 她老公做Lily 即是那個事件 畫出來 她的第一張畫呢 都已經突然之間 那個畫聲就另眼相看 她究竟有什麽不同呢 如果你看那部戲 我覺得她的戲劇的處理 就得相當之好 她之前曾經畫的一個超像畫呢 就是跟一個男人畫的超像畫的時候 就討論了一個 一個 一件事 那那個就是那個 大家看了就不怕千秋了 就是那個被畫的那個 其實你可以說是一個大商家 一個型 都是好像一個商家 都想畫一個超像畫的那個人 那她說 其實呢 我就不太習慣被一個畫家 女畫家 對 女畫家 這樣背著她 她就想起她老公 就好像已經有一種偷弃的食物 她有一個性暗示在那裡 是的 那她那個 那作為一個畫家 畫超像畫的畫家 你不背著她 怎麼畫呢 她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但她就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你畫畫 或者你看東西 有一種叫專注 那種專注裡面 專注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例如你畫畫一個畫家的技術來的 或者攝影師都是一種技術 但專注裡面那裡 她為什麼跟著呢 她畫Lily那時候 會有不同 和變成了 那個畫家 行了你這樣畫就行了 為什麼呢 這個戲呢 用簡單來講呢 就和莫金一樣 就講台語 就是她裡面有個愛在那裡 因為她當她畫那時候 她已經不是就這樣叫她 當是畫個超像畫的技術來的 那時候 她已經在那一刻 她跟她的老公 是一種遊戲來的 因為畫那時候 她又見到她老公 那種緬甸 一穿女人 一穿那個絲襪 那時候 那種感覺很強烈 然後她都說 你轉過來穿啊 就是那個質地是不同的 原來一個女人的衣服的那種質地 那個絲襪的那個質地是怎麼樣的呢 我覺得她就沒有寫得那麼細節 但是呢 就告訴你 皮疊疊的時間呢 那種令到她是很有 就是很有那種感覺 然後她穿上她太太的鞋 其實她根本是穿不穿的嘛 但是她很想穿 因為她覺得那樣東西 就是令到她 好像有一種突然間 有一種變化 有一種蜕變 但是呢 去到那個階段呢 她就叫她 那整件衣服穿完呢 她放不下自己的男人的 一種 那種叫做局限 一種 意識上的 哇 那我穿她的衣服不行 就是一種叫她的雜色 鋪著在那裡 但是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理念書好 她很喜歡的 她已經披著在她的面上 她已經好 那種感覺已經 已經殺人了 這個呢 其實就是一種 比喻來的 她不是那種最差 她最想不下她 她的太太也說 那時候 你可能初初的時候 你會看 你就會被 做老公的那個 搶殺氣 但老婆是做得很好 所以她拿到最差 其實她是主角來的 簡直要拿獎 這個主角應該要講講 再補回 老婆她做得很好那時候 她就是將這個 她變成了 是她們兩個之間的 情慾遊戲 但對比之前 跟那個商家 畫那個時候 那個就是 她是一個工作來的 她沒有進去 但這個 她覺得 就好像 你死了 知道有什麼辦法 可以耍你了 衰老 你會看到 她藉著畫畫 兩個之間 有一種調情來的 而且那種 有一種 愛婦 那個老公那裡 那一場戲 是處理得 相當之 你覺得是很妙的 還有大家看的時候 再細緻回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 她整個戲 當她拍的時候 她等同於是一場 性愛的場面 又將她昇華了 提煉了 變成一道 和畫有關 所以她這一場戲 你們看 如果大家 我想你看過之後 都會有一種印象 你想回 你會發現 裡面有些少少 鹽的代價 在那裡 有些鹽味 在那裡 相當之好的處理 跟著還有很多場面 有這些細節的描述 好 補問這件事 剛才提到那個衣服 有些人會看 穿衣服 其實是尾層便宜的 尤其是對 前衡設計 衣服不是 這麼衣服 衣服是這麼便宜的 所以穿衣服 那是一個比喻 當然這個 我不斷強調 在真實上 是應該發生過 但對於 如果你看一個小說來說 這個比喻 就是他換了陣被 這個也等於他換了 他變了另一個人 剛才提到一個 我們應該會很詳細講一點 就是 究竟整件事 在書裡面 或者在戲裡面 是從哪個人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因為這就是正正 整件事本身 無論是書 和小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是誰人要為這件事負責 是為何會令到他變成 很明顯呢 就是如果你看到真實的事情裡面 老婆是推波助瀾的 就是一直在慫恿她 你試試穿一下 先穿絲襪 你跟著穿鞋 你跟著穿衣服 你跟著穿衣服 穿衣服 很漂亮喔 不如我們一起去出一塊派對 即是不斷地去碎她 去查口號嗎 當她去查唇膏 但是那個矛盾 難搞的地方就是 當這個老婆去慫恨她的時候 她那個動機不是想她老公變成一個女人 因為她老公變成一個女人 這是一個悲劇來的 結果 即是甚至可以說 後來搞到她死了 但是這個同時的時候 你的老婆在這件事裡面是得益的 所以那個作者 在尾裡面是很有趣的 她就好像小學生 她列了一些問題 大家看完這本書要討論一下 我們不在這裏搞這些 十二個問題 搞完就不用走 我們說一個多小時就算了 但是呢 回到那個畫的問題 就是一個 戲裡面和少少裡面的對照 這個可以再少少補充 因為其實討論這個 例如女性的化妝 其實女性的化妝不同於 好像一種幻畫的一種形象 一個一個這樣的過程 而你會 如果大家喜歡看戲 我喜歡負責 你負責文學那個 我負責你那個 那個原本的段貝山 你會看到她都有討論這個 例如剛才台長說的Skin 衣服就好像皮的那個 所以你會看到後面的那一場戲 是兩件衣服 一件搭一件 那個當時我們看小說那時 都覺得她這個處理 是相當之突出 她這個同性戀的世界 一定不會刪的那個 你看到她裡面 有一個很新的層次在那裡 她這兩個都是有加塞 有她自己的愛情在那裡 所以她裡面 都碰到那個問題 不是一種治療 純粹是一種治療 從性觀念裡面 來討論那個同性戀的東西 但是還有另一部戲 我也很推薦給大家看 因為跟藝術很有關係 有一個叫雷諾亞的妙師有沒有看 這個前年的一部電影 雷諾亞的妙師 有兩父子雷諾亞是真人真事來的 一個是法國國保畫家 印象派的畫家 另一個就是一個叫做 初期的電影史裡面的一個重要的導演 遊戲規則 Law of Game就是這個導演 她的兒子我想大家都很熟 她的兒子叫Rock Reiner 就是Stand by me 和九零藍搬裡愛的那個導演 一門三代都是一個名人 但是那個雷諾亞的妙師 你如果去看那裡 其中就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角色 還有那個攝影 是李平斌攝影的 所以很棒 她說她是一個model 那個model就是 魯雷諾亞 她說她為什麼會認識這個model 原來她說她死去了一個老婆 報夢 叫她找這個女人 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就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 當她看到這個model的時候 她最主要的描述呢 就和現在這個丹麥女孩 都是有一個節奏 可以相認 她說她見到那個女孩 當那些陽光 和照在她的面的時候 整個皮膚就是一個畫布的 一個很漂亮 和懂得吸光 和放光的一個畫布 所以她那個時候 她不斷地描述那個model的時候 你如果看了那部電影 你對比回丹麥女孩 我相信這個導演 她都有看過那部電影 而是想做一個 就是藝術上 就告訴你 model和畫 畫畫的時候 那個重要之處在哪裏 另外她那個兒子 就是不斷地拍她 她也都愛 爸爸和兒子 都愛上了這個 沒有特意 就是她用攝影去拍那個model的時候 有時候是水的 那些光影的反光 當她的皮膚那裏 就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柯光彩 而阿里比丹麥真的拍到 這才好 所以這個你會看到 其實丹麥女孩 當你有看過那些和一個對比 她那個提及的那個叫做 跟藝術的層面 來去講這個 不單止是一種叫做 性的意識那種轉變 還有一種叫做 藝術裏面 你用一種叫做眼光 來去怎樣看這個世界的專注裏面 它有很多細節的描述 可以激發你的聯想力出來 剛才有一個細節再要提提 就是她反轉絲襪那個 她老婆提到你調到絲襪那個 原著有的 那一句一帶 其實這句就很體現到 男人和女人的分別 女人穿絲襪就不會調轉 就是摸上手的意思 那男人呢 就是無論 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操之大業的 這個我們自己感同身受的 我們不會對這種細節會了解 所以很多時候 譬如說這個作者 如果她要寫這個 其中一個難處就是 她要從一個女性的角度去看 很多細節的事情 那男人和女人看東西是不同的 那這本書裏面呢 就開始會 就是嘗試去模擬一樣的 就是這個Iner 她由男人變成女人之後 她看東西的那個角度 或者她看東西的細節 是不是跟以前不同 這個我們有時間 我們總可以再講 但我們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題 很大的題目 就是說 這個書裏面和戲裏面都出現一個對峙 就是這個男子她畫風景畫 和這個女人她畫人像畫 究竟那個分別在哪裏 就是怎樣構成她兩個身份認同的分別 很簡單來說 實際上她老婆是最初不是artist 她老婆穿著她是commercial artist 就是等於我們今天講的做廣告那類 就是她不是很care那個畫裏面呢 那個藝術究竟去到一個什麼level 而她自己也找不到 就是在她畫她老公這個model之前 其實她找不到 她找不到 但她老公其實是找到的 就是她老公是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要畫什麼畫 所以其實有一個細節 就是在最初幾個書裏面去講 就是她老婆很奇怪 為何她老公畫到同一枝東西出來呢 為何她那麼紅呢 其實她這個再想想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在那個藝術的成就裏面 當這個Lily還未出現之前 她老婆是根本不入樓 而她老公是知道的 她老公知道她不行 不過身為一個老公 她就沒理由去刺爆她老婆不行 就是她不斷去逢承 啊怎樣怎樣 你可以畫得更加好 但其實在那個藝術上 在這件事的出現之前 她老婆跟她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是 那說那段我就做一個舉例 那大家看過都可以講 你記不記得在那個之前的時候 她都其中有一場戲 就是說老公呢 就告訴你她開始畫那幅風景畫 有四棵樹那裡的童年 看到那個印象呢 就是畫出來的時候 她就講 為什麼她要開始畫這幅畫 一個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她在那個 她溝到一種顏料 就是她可以作為一個雪 她畫雪的那個顏料 大家記不記得 那一段 但是呢 她說她溝到那個顏料 這個是很妙的 如果你是有畫畫那些人去找顏料的時候 你會發覺呢 有時候呢 你看到一些顏料裡面的色素 是你買回來 可能你買不到 你一定要自己溝的 但是呢 她溝這個呢 她說她找到那個雪的那個 那個顏料的那個溝法來寄出來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問題 三年兩月 有些可能都知道了 她有用什麼成分 來去做那個雪的那個顏料 跟這部戲有關的 她可能真實就不是這樣的 這個你都可以玩的 黃色畫畫 你不懂得看 你懂得看色 正式正水 這個顏色 這個大藝術家 那個紀錄片 如果大家看 她都有 藝就不是那個藝術的藝 是虛藝的藝 她就是那個黃色 原來她是那些新的化學 化學的材料來的 所以被人踢敗了 不是古畫 就是那個黃 她要做那個特別的黃 那個是印刷 出不來的一個黃色 要用畫字出來 而呢 在那個 這部丹麥利亞那裡 它那種白 你猜不猜測得到 那個白 它會用了什麼材料呢 那我就找到一個 其實那個不是叫丹麥 找了一個聯想 但是那個聯想 其實都是丹麥來的 是啊 當你弄到之後 整個戲就馬上很漂亮的 串連了 你猜不猜到 它用了什麼材料 是製造這個白的顏色 而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它令到那個古籍 再深化了 它裏面講的那些東西 就是我們常常用呢 你會看到 有時候講的那種叫 性的禁忌 或性的行為 它會用一個forbidden color 來做一個解釋 就是它有一種色素 是很獨特 但是這個呢 當你在這個戲那裏來講的時候 你會發覺 它講這個白雪的那裏 如果跟其他的那個 戲劇的元素 加在一起呢 你會發覺是很棒 因為它這個 應該它在於本書的時候 它都找到這個概念出來 但是就在電影 在一個叫視覺藝術 視覺的處理的時候呢 就更加明顯出來了 你猜它是用了什麼出來呢 不找那麼長時間 時間有限 告訴我 你會不會想到它是用一些 叫做行 因為有時候做顏料呢 有時候會用一些礦石 有時候就會用一些 很多不同的元素來做 你想不想到 如果它那個做雪的那個顏料 它是用一些花粉的色素 來去混的 你猜會是什麼花粉呢 猜不猜到 Lily 是啊 是啦 Lily Lily 當你一知道Lily 為什麼它是Lily 那一刻呢 你再想一下那一場戲 你會發覺那個 那一刻就出現了 但是其實它是拿著炸魚 那些花粉 它裏面有講到一個 就是說 在我們看東西的時候 它有一種白 是超乎那些攝影 或者什麼可以抓到的白 在藝術家裏面的追求 我經常找到那種叫 讓它可以感受到 我要畫的雪 我要用的那個顏料 是這種白 原來那個跟Lily Lily伯伯是白色的 加上這個東西 你砌完的時候 你再想一下 語形 Lily這個語形 它用這樣的元素 一切 這部戲是很精彩的 它講出了藝術 裡面有一種技術 那種技術 就好像霍金所講的 這些科學的技術 很高級 因為霍金所講的 是光的科技 這裡都碰到這種 瞇的視覺的模型 用顏料那裡 去表達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電影 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成就 還有很多朋友 或者你看 你不是用這種這麼理 你性分析了 你的角度來看 但是深深都受 這部戲的吸引 最大的原因 就是它裡面 就潛伏了 有很多這些電影的元素 是很感性 勾動了你的那種 可能你有少少印象 或者有少少那種記憶 那 只不然覺得這個戲 就有一種曖昧在那裡出現 那這就是很多時候 藝術的其中用的一種手段 那它都 你會發覺這部戲 你一看深一層 我會發覺這本書 它都用碰到這些 是很精彩的 說到那個畫 它裡面還有些東西 除了幾度說 就說了一個名字 那它為什麼叫做Albert 就是那條河 這個後來 就是在它死的時候 它看到那條河 就是它這裡更明明 實際上 這個就是在說 這個原本它是一個 畫Landscape的 這個Landscape 對它來說 是它其中一個身份 就是它原本的名字 不是叫做Albert 它原本是叫做Wagenham 這個是當它變成Lily之後 它連那個星都改了 這個就代表了 它要徹底將它那個身份改變 剛才它說的就是那個名字 Lily就是那些花 Albert 這個就是它畫的Landscape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戲裡面 和書裡面都講了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現實上發生的 就是當它變成Lily之後 它不畫畫 一筆都不畫 它做了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跑去報告公司做銷售 大家猜猜到正解是這樣的 它原著的作者都問了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它變成Lily 它不肯再畫畫 這個答案就是 如果我們猜 就是它要扔下它過往的身份 就是它要徹底將這個人要扔開 這個就去到第二個 在開頭我們提出的問題 就是這個多重性教問題 在書裡面是寫得很突出的 戲裡面沒有出得那麼緊 就是當它穿了上身之後 還有一絲襪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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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開始在她的心裡裡出現了另一個人 而這個人是越來越控制到她 到最後是怎樣 到最後就是這個Lily 如果你講靈異的事情 上她的身 變成Ina 即是她原本是另一個人 就是這個 她一邊寫的時候 就開始變了一個變化的時候 她原本的身份 是變了另一個人 而這個人她可以 就是走去看她 所以裡面 戲裡面 就是那個小卓裡面 開始玩你那樣東西 就是 她老婆 到那麼常常玩了大家 很入 入局之後 就問她 你今天是Lily 還是Ina 即是你今天開哪個飯 你今天 那教育一下 就原來 Ina這個沒有了 就開始 就是 她老婆說 變了百分八 不是 就是她老婆 就開始問她 Lily 今天Ina 來不來 那 Ina 今天不來 那 這個 就一個很 就是近代 在心理學 來說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究竟一個人 有沒有 多過一層人格 嗯 是 特別多過一層人格 這個呢 是不是所謂 我們傳統講的陰陽 就是 或者是 和你 一路想像自己是自然不同的 那 這就去到一些 靠翁的味道 就是 靠翁有一個 Anima 和Animus 的概念 上的分別 就是說 我們性上面 就是我們那個 physical 我們可能 我們是一個 男人 不過不多不少 我們有某種 女性的 心理的 狀態 裏面 反過來 如果 你一個女人 心體上 你不多不少 也有一些 男性的 心理的 狀態裏面 其實一個人 是一個矛盾的 組合來的 就不是一個很純正 你是男人 那你完全 各方面都是男人 而你是女人 你就是各方面是女人 但是 靠翁這個想法 很奇怪 就是差不多同時 同一時間 想出來的 即是在 即是在 即是20年代 那時期 跟他不是差很遠的 因為靠翁那邊是蘇黎製 他這邊 即是那邊是瑞士 那邊是黑丹麥 那邊是黑丹麥 所以 那個小說裏面 他滲了小說出來 但他就沒有講到長時間 如果你 譬如說 如果你要看整個 就是那個事件 你要連結 歐洲當時 一些心理學的思潮 去看這件事 就因為正正當時 那些人是開始想這個問題 於是 於是 就有這種公開了的事件 所以 這個回頭 就是說 其實他是不是第一個 可能未必是 對 而且他這種 覺得自覺是 由男人出來 由男人 慢慢的一個女人 就肯定的思想 一定不是他第一個 而他 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對 一個公眾人物 就是一個這個時候 剛剛這個時候 就容許這些事 開始可以講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這個原作者 也肯定一件事 就是他不是第一個 在他同時間 應該有另外一些人 都 就是同樣的問題 或者做同樣的一些手術 那個手術 就 原著可能都沒有什麼提過 但是當時都做多 就是我們今天覺得很特別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史萊納 就是維亞納的 就是維亞納的 那他怎麼做呢 那大家知道 他今天都有偉哥的 是不是 就是 阿里 不舉 那天晚上 我終於叫我們偉哥來 是 那當時是怎麼做呢 這個 也是做手術的 就把這個 猴子的前列腺 移植了到男人的前列腺上面 起碼有兩個人做過的 其中一個就是佛羅伊特 另外一個就是葉思 東方就是西門氣 他用狗的什麼來做 是嗎 這個人才算你們這樣 那你們相… 就是男性的觀眾 就是你們朋友想分析 結果是怎樣 你想分析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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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就是 移植了下去之後 是 真是可以從不舉 變成是 好像是吃過外國 那這就是葉思本人 自己親身去研診 沒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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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討論 那就可以了 你剛才那天衍生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 你沒有做 你沒有做 你當自己那天是 你比起重機 應該是很大的 科學 我反而覺得 剛才你都問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當她這個… 為什麼她不畫畫 為什麼她不畫畫 她為什麼不畫畫 這個我覺得 在戲裡面 就給了一個答案出來 就說她變得更好一點 但是呢 因為她這個老公 已經當了自己是一幅畫 是啊 是啊 她原作之後有說這些 就是書裡面有說這些 已經當了自己的一幅畫 因為她已經變成一種藝術的產品 就是她自己已經是這件事 是 因為這個就是跟之前說 就是那種叫專注 你為什麼會被人疼 而你當你整個那個 你的身體 你自己的這種這樣的 譬如譬裝的演出 而是變成了一種專注 而那種專注裡面 就不是這樣叫你 奇怪 裡面有一種深深的一種渴望 或者一種愛慕 在做的時候 這個就是那個叫做 你會看到整個那個 時尚的 時尚的 或者fashion的 那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那所以最近 死了那個Dare Bowie 這個東西 是的 就是她 她就是 不是她也是 一個表演藝術 已經是一個 一個可以說一個藝術 她是 她是將自己 整個形象 是變成一個藝術品 是啊 因為這個 基本上 你講到這一刻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部戲 其實那個題目 不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引發來的 是這本小說出來 然後就是 那個電影拍出來 他就是因為覺得 現在這個時刻 因為我們那個叫做 意識的水平 或者看這個世界 那個裡面 那種就豐富了 就經得起多更大的深層次的討論 就可以將這些人 都說出來 這個是一個巧合來的 才說出來 那現在呢 就是這個作者在說 就開始人寫這個 這年的傳記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她有一個 有一個 因為你會看到 她那個時代 上世紀的二十年代 直接都去到那個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你都會看到 其實都會說 那個時代 都是一個很男人做主讀的時代 來的 理性是重過感性的 但是剛剛我們現在這個moment 去到達日 因為在世紀大家都說 水平座來臨的時候 靈性的意識是強了 還有女性的那種叫做直觀那種感覺 是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好像彌補一個 我們以前的那個 雄姓的做主導的社會裏面的 遺失的那部分 那所以呢 你會發覺 這個戲裏面那裏 她探渡的問題 就深入豐富了 還有呢 當你講出來的時候呢 你可能用一種方式 一個情節 其實大家都會 聽到那時 是有那種明白 還有那種感受的 那她裏面呢 我覺得她就都 除了 就說 將自己 是變成一個話 我想當你一聽到那時 你都覺得 立即明白這個意思是什麼 可能就是 以前沒有那麼容易 人是人 那些烏戲話